如果说说半导体股 其实中芯或者半导体股 其实今天也会公布个季绩 是呀 可以炒一下 被你撩中了我有一只中芯 我理想有一只981 近期走势是不错的 你看到它做了原底 想想你破坏的 24元那些位 一来可能是炒业绩 二来因为美股那边的芯片又强 中国的心肌很厉害 那当然跟着炒上去 第三样就是你看到北水近期 在中芯的爆炸都多了 那我记得我都不止一次 在这里回答过大家 中芯北水肯炒就炒 不肯炒就会死顾顾 近期北水肯买的 那我就觉得都OK 不过真的了 变数就在业绩上 那应该之前 看回几次的季度业绩 他们预计的毛利都做得不错 那我想第三季其实不重要 是看预计第四季的时候 那些毛利率是怎样 那我自己因为那些好仓 因为我买牛症的 都相对有些水位 我想我会食半流半就博业绩 但是如果你说现在你都没有货 先来博业 你又有个风险在这里 所以真的很想博业 就是轻注 就是原本 可能你打算买一注的时候 你当半注或者三分一注 参与一下就算了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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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